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政法师每天有三个时段 每次以一炷香的时间为限 在佛前长久跪拜 恭敬地念诵佛的名号 在他八十岁的时候 有一天告诉大家说 明年二月十二日 我就要往生西方了 到了那一天 道政法师的身体 并没有任何的异常 所以有人开玩笑地对他说 今天已经是二月十二日了 法师 您怎么没有往生西方呢 道政法师惊讶地说 今天已经到了我往生的日子吗 说完 立刻沐浴焚香 召集大家 不久后 便平静地往生了 当时还有一位梅松法师 与道政法师共同修行净土法门 住在庙岩寺 当天夜里 梦中有人告诉梅松法师说 道政法师已经往生了 你为什么不去送他呢 梅松法师醒来后 赶紧跑去看他 抚摸着道政法师的背说 你我平时一向亲密 临走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一声呢 看来 我也到了要往生的时候了 梅松法师回到四里三天后 也安详平静地往生了 这件事发生在清高宗乾隆三十年 即公元1765年 清朝还有一位东瓜和尚 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只听说他俗姓孙是杭州人 因为喜欢吃冬瓜 所以人们就叫他冬瓜和尚 他在华岩寺出家 性格沉静稳重 整天在街市中行走 无论冬天还是夏天都不间断 人们都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什么 冬瓜和尚 冬瓜和尚与林寺的僧人 慧赵和尚是好朋友 冬瓜和尚在自己即将元祭之前 告诉慧赵和尚说 明年的正月初六 我就要走了 你要来送我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 冬瓜和尚从外面吃了一顿斋饭回来 看见慧赵和尚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很久 于是问道 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 慧赵和尚笑着说 你和我相约说要往生 现在我特地来送你呀 冬瓜和尚说 如果没有你的提醒 我差点要忘掉了 于是冬瓜和尚随后就开始沐浴更换新衣 礼佛完毕后告诉慧赵和尚说 我要往生了 现在还有几句话想说 请你为我写下来 于是就有了这几句 终日走街坊 心中念佛盲 世人都不识 别有一天堂 冬瓜和尚说完这几句后 就安详平静地往生了 今天的往生故事 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听众朋友们 期待与您下期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